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30日报道 台军日前在屏东九棚基地实施海空军导弹射击训练 台当局防务部门公布部分实况 经检讨 受人瞩目的台造天空三型防空导弹首次发射并未命中目标 防务部门又要求补发一枚攻三 最后感应命中 而空军爱国者导弹部队待命三天 计划发射I-2型防空导弹 因把机系统与雷达效能问题 据传一弹未发 台当局防务部门日前公布 24日至26日在九棚基地实施的 海空军导弹射击训练实况 称包括海军海基和陆基雄二雄三反舰导弹 均命中目标 三枚导弹基成40海里外 作为把船的LSD230登陆舰 台海军标准一型防空导弹 天空三型天空一型 空军幻影云母导弹等 也进行了发射 台当局防务部门宣称 操演命中率接近98% 但据了解 操演首日 台空军对海上目标 炸射与精准导弹射击 其实出现不少状况 包括天空陆基麻雀 陆基舰一 幻影云母 A.F天舰二型导弹 激光制导炸弹均为全速射击或顺利投掷 在天空三型实弹发射训练中发生未命中目标情况 随后的I-2导弹在现场美方技术代表关注下根本就没发射 据称原因是把机释放把镖时烂绳断裂 再加上受雷与天气等因素影响 所以当日未实施发射 此外原规划由F-16战机挂载2000磅激光制导炸弹 攻击退役的紧将舰 因天气因素未起飞 只由12架IDF战机轮番以2000磅通用弹攻击 但把船并未沉没 后由海军挖人协助炸沉 操演期许了之 由F-16IDF战机在没有目标的海域投弹 散步面广难以判定训练成效